认为远景工作中摸鱼派出所所长一气之下 竟然怒踹桌子还赏了自己好几个巴掌 有远景在网路上po出一段影片 这画面中新北市新庄福音派出所的所长 对着远景怒骂不雅字眼 踹桌自打嘴巴样样来 让被驯化的远景号傻眼 原来疫情期间所长认为这远景没有执行清销勤务 跑去煎牛排一时理智断线 虽然远景自认已经完成了清销工作 但新庄分局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真的是有摸鱼情势 不排除会惩处远景 至于所长也已经进行辅导改善 派出所里穿着制服的平头男子 对着桌子一记飞踢 自己还差点跌倒 后没多久回到办公室 他更直接在远景面前 赏了自己好几巴掌 这么激动到底发生什么事 传出情绪失控的就是新庄福音派出所所长 当时因为远景没有按时完成勤务 所长当场大发雷霆 事发在6月20号 疫情期间派出所每天早上都要进行清销勤务 但所长认为两名年轻远景没有完成工作 却跑到厨房间牛排 盛怒之下懵串一旁桌子还自打巴掌 认为是自己管教无方 事隔三个多月 远景将画面PO上网 直说警察不会进步不是没有原因 控诉所长刑事风格不合时宜 更爆料他当时对着同仁怒骂不雅自演 认为就算工作上犯错 自打耳光的领导方式只会造成反感 这个行为情绪管理还有管教方式不但 那我们分局已经要求这位所长自己来做个确实检查改进 其实这名56岁的方姓所长从今已经34年 去年才刚调任福音派出所 平时对同仁管教严格 这回EQ线危机 警方介入辅导改善 至于两名远景 虽然辩称清销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 才去接牛排 但分局将介入调查 不排除也会对远景进行惩处 小调听长远杰新北市报道